我们来透过立体 更了解原子和分子的关系吧 附图为氢气的产生反应示意图 其中蓝色、绿色、橘色的小球 表示氢、氧、碳三种不同原子 下列关于甲、乙、丙、丁四种纯物质的叙述 何者正确呢? 诶?什么是纯物质呢? 在开始思考立体之前 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吧 我们之前学过 物质可以依照组成的方式来分类 可以分成混合物和纯物质 混合物是由两种以上的纯物质混合而成 没有固定的组成比例和性质 例如食盐水有不同的浓度 纯物质具有固定的组成与性质 可以分成元素和化合物 例如一个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 没有其他的组成方式 我们再来看一次例题吧 下列关于甲、乙、丙、丁四种纯物质的叙述 何者正确呢? 甲乙、丙丁是纯物质 都有固定的组成方式 其中 纯物质有元素和化合物两种 该怎么分辨呢? 化学是该怎么写? 甲是什么原子组成的呢? 我们先根据原子的数目来写出化学式 观察图片 乙分子为一个绿色的氧原子 加上两个蓝色的氢原子 化学式写成H2O 就是生活中常见的水 所以A选项是错的 那丙分子的化学式怎么写呢? 相信聪明的你一定有想法咯 丙分子是一个绿色的氧原子 和一个橘色的碳原子组成的 化学式写成CO 也就是一氧化碳 所以B选项是错的 化学式要改成CO 这个反应会产生三个丁分子 一个丁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组成的 化学式为H2 中文叫做氢气 是一种很氢的气体 像氢气这种只有一种原子组成的分子 叫做元素 所以C选项是错的 要改成丁为元素 两种以上不同的原子组成的分子为化合物 例如一氧化碳 一个一氧化碳分子 由氧原子和碳原子两种不同的原子 虽然答案已经揭晓了 我们还是来想一下 钾是由哪些原子组成的呢 根据道尔顿的原子说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间的重新排列 原子的种类和数量都不会改变 因此反应前的原子种类和数量 和反应之后是一样的 只要知道反应后的原子种类和数量 就可以知道反应前的情况 找出钾是哪些原子组成的咯 我们来看一下反应后有哪些原子吧 先从氢原子开始 丙分子没有氢原子 一个丁分子有两个氢原子 三个丁分子就有六个氢原子 因此反应后总共有六个氢原子 接着是氧原子 丙分子有一个氧原子 丁分子没有氧原子 因此反应后总共有一个氧原子 最后是碳原子 丙分子有一个碳原子 丁分子没有碳原子 因此反应后总共有一个碳原子 这样我们就知道反应后有哪些原子咯 总共有六个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和一个碳原子 根据刚刚介绍的道尔顿的原子说 我们可以知道 反应后的原子种类和数量 与反应前一样 都有六个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和一个碳原子 我们已经知道 乙分子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 那你知道钾有哪些原子吗 家有哪几种原子呢 每种原子又有几个呢 我们来算算看吧 氢原子总共有六个 扣掉乙分子的两个 还有四个 氧原子总共有一个 乙分子用掉了一个 所以氧原子没有多余的 碳原子总共有一个 乙分子没有碳原子 所以碳原子都是假的 我们可以从计算结果知道 甲分子有四个氢原子和一个碳原子 化学是写成CH4 也就是甲碗哦 所以本题的答案是D 原来甲分子是甲碗啊 这题的反应式就可以写出来了 本题的答案为D 你答对了吗